这个天气还是越来越热 大家看我身上就看得出来 就是到了一个骑行的季节 那么今天大家看到了 我身后这一排宝马的R18 我们今天在北京的山里面 跟大家带来了 BMW R18的一个试驾体验 我身后这台车 是R18系列里面的周际旅行家 那么它也是R18系列里面 一个旗舰产品 包括看到我身后 这是一个特殊版本的 一个定制颜色 在整个车造型上 还保持着宝马情侣R系列的 这个经典的造型 以及油箱上的白色线条 已经有了百年的一个传承 那么这个版本 其实有很多细节的地方 都进行升级 比如说近边的Myshell音响 一共有六个喇吨音响 包括在油箱杠上面的 一个手机处合 最大的一个标识 是在于车头部分的三盏灯 以及在车尾部分 增加了三个旅行箱 这都是一个周际旅行家 版本的一个特征 那么这台车 其实是能够实现 我们一个长途驾驶旅行的 一个梦想 那么可以看到 在车头部分 配备了四个圆形的仪表盘 包括一个10.256寸的夜镜屏幕 另外全机首饰的发动机 也是宝马摩托车的一个精髓 包括在后面我看到外路的传统轴 这些都是宝马R系列摩托车的 一个经典的传承 首先呢 我们是在2020年的时候呢 推出了我们的R28这个系列产品 最初推出的这个时候呢 是只有三款车 其实它都是表现了这个 对我们最初的这个R5车型的 一些这个设计元素的一个致敬 比如说这个双缸的全机首发动机 还有这个双白的那个油箱的那个线 以及这个齐音三角 还有这个罗洛的传动轴等等 这些这个经典元素的这个传承呢 是说我们宝马摩托车 对于我们以前的这个这个车型的致敬 那么这两款车的这个上市呢 一个是游侠啊 一个是这个洲际旅行家 就使得我们的R28的这个家族呢 车系就更完整 现在我们一共是有五款车型 这五款车型呢 按照这个车型的配置和价格来说呢 依次从低到高 首先呢第一款呢是叫做赵孟泽 赵孟泽呢实际上是一款 给这个改装爱航者 留出很大空间的一款车 在这款车上呢 你可以由很多自己个性化的改装 能够去打造自己的一款梦想之车 所以叫做赵孟泽 第二款呢就是叫做拳击手 实际上呢就是经典的 我们这个双缸拳击手发动机 一个体现 第三款呢叫做这个传承者 也就是说把R5的一些这个设计元素呢 经典的呈现出来 那么接下来这两款车呢 一个是叫做这个游侠 实际上呢它是一个这个国际流行的 这个Bagger的这种车型的设计啊 那么它这个溜背的这个车型线条 而且呢加了这个导流罩啊 更适合呢这个长途模拟啊 那最后一款车呢就是叫周际旅行家 它在这个Bagger的基础上呢 又加了一个这个尾箱 而且是带了一个后座的 那么呢使得双人的这个呃旅行呢 就更加这个舒适配置呢 更加豪华啊 又加了Marshall的这个金标音弦啊 使得我们的这个长途旅行呢 更加的这个舒适啊 基本上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个系列 就非常的全面了 那么这两款车呢 对于这个喜欢长途模拟的这些客户来说呢 是更适合的 呃不管是游侠也好 还是周际旅行家 那么它的这个呃后面的这个硬质的边箱啊 以及呢这个周际旅行家后面的这个加大的这个带后座的呃 呃尾箱都使得呢 我们在旅行的时候呢呃 呃行列的装载就更加方便 另外呢 它前面这个加大的封挡和导流罩啊 还有呢我们传统的圆形的这个仪表啊 而且是这个四个仪表盘这样的这个设置啊 使得呢在这个旗行的时候呢 一方面呢 这个封挡使得你的这个旗行更加舒适啊 另外一方面的仪表呢 看起来也是更方便的 况且中间有这有一个加大的电子屏啊 10.25寸的电子屏 这些配置呢都使得这个旗行方面更加舒适啊 那么电子方面配置呢 就不用说了 跟之前的那个呃 呃尾的这个配置呢 应该是这个再有加强的 另外呢 就是在呃音响方面啊 它配置了这个mushell金标的这个音响啊 那使得在你长途旅行的时候呢 你除了享受旗行的乐趣之外呢 你还可以听取美妙的音乐啊 使得你的长途旅行呢 更加惬意 它拥有着420多公斤的一个自重 同时重心非常低 再配上这一套座椅 在整个长途旅行中 驾驶起来是非常的舒适的 摩托车有着非常多不同的这种骑行文化 那么也根据不同的车型 有着自己的特点 比如说像R18这种洲际旅行家 更多是让你骑行的姿势 来感受世界的大不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您的感谢您的观看